周立波美国回来,在社交平台自爆,被神秘人士某某陷害,这个酒烦闹得沸沸扬扬,只是外界以为看到丘局打官司,却没有了到时间迅速拐点,变成了一出断背山。 一口一个涛涛周立波和某某的专属历称,但某某自认对于这段情依未心无愧,在周立波神陷淋雨时不离不弃,未能料到,周立波的太太那个妇女某某对周立波妻子胡杰的特殊称为一手操控,即便她怨仰涛涛后半生,取造到看众之人的反吼还咬,情非烟灭,这个剧情就发生在7月27日, 猝不及防的让严谨攻略的爽闻体质,都变得不可酸爽,2018年最激烈的情感节目崩盘,大约也就这样了吧。 关于周立波在美国的遭遇,已经不是新闻,但是被整清白的周立波带着太太胡杰,用华丽身姿上演了一圈时装秀,回国后就透过社交平台此间,被生命人士某某陷害,自己出于迷而不染, 无奈却被坏人坑,虽然一直都不对外透露某某的姓名,但是周立波的社交平台的长文里早就杀掉某某的姓名, 他也早已曝光某某的照片,歪个嘴说一句,有点像中年版一小天,安妮威,这个有点帅的某某,在周立波眼里,是个撤头撤尾的坏人, 他的风波全是某某的一首导演,且是乌木的唇坑,某某是周立波的铁粉,见面里就价值三万美金, 这种过分的热情让他的难以抗拒,不过某某是个黑粉,他给周立,不改名字为涛涛, 这让胡杰非常的介意,直至其有毛病,请注意此处,是非常介意,毕竟一上来就弄了个专属密称,大家都懂, 但是周立波认为某某和他经济水平相当,彼此都是门当户队的好朋友,所以就心无界地的一起玩耍,直至他的风不来临, 然而对方却突然筛除联系方式,这位仅见了八次的兄弟就全现失联,波波老师的态度是,绝对不染玉米的他在阴沟里翻船,被对方扩住出手软化小星星,结果却发现被黑粉深坑, 这让他深恶痛绝,本故事式的转折,是某某也通过声音接受了采访,在某某的语言里,周立波是个孩子气的大波, 他所有的言论,都是其太太的意思,这都是左边风吹出来的效果,对于周立波的太太,某某言词中很不屑, 以妇女作为代称,某某回忆起与周立波初见试在自己的城岗,两人算得上一见如骨,周立波当晚就耶稣他的游艇, 次日,两人一同出海,从人生经历聊到岁月坎坷,交换彼此前半生的各种心事, 他理解周立波的难处,周立波打开了他多年的心结,初时就深交,这种相见恨乱的感情, 让某某给周立波起了谜称涛涛,而周立波也给他起了一个谜称,彼此专属, 对于周立波如今直斥起谜称是一件相当无法理解的事情,某某则指称他的涛涛欣然接受, 在周立波风波当中,几个月无法相见的莫蒙心机如粉,周立波或是,他立即上前拥抱, 然而逐渐却发现他的涛涛变得冷漠,两人最后一次见面, 是周立波和妻子回国的前一天,他将其留在家里的玩具送到其家, 但是周立波却态度冷落,这种微尿的关系,让他心里很不适自问, 但他认定,涛涛是个孩子气的人,这些都是妇女的一手安排, 曾经打算自己给涛涛顶包的他,如今依然愿意两肋插刀, 因为他眼里的涛涛如今的表演,也不过是为了保全演艺事业, 所有的问题,他愿意承受,因为涛涛在他的眼里只是太过稚气, 而是举主控权的大男孩,可以自主制多不超过三千元人民币, 但他一点也不后悔为涛涛刷卡买买买,也不后悔购买机票, 送涛涛和那个妇女,一起去其他城市打高二夫, 哪怕因为没有购买酒店的早餐,而被奚落,也不能改变他眼里的涛涛依然单纯, 所以,哪怕知道涛涛要做他认为不对的事情,也给了一百万作为支持, 而让他不能理解的是,涛涛说,他们只见过八次, 某某说远大于这个次数,涛涛说他闲事连,而他并没有拉黑涛涛, 还当着摄像机给对方发了一条信息,在某某的言辞里, 他认为自己和涛涛的关系依旧,彼此依然会有默契的透过朋友圈, 感受到对方的心情,他们最后一次的语音通话里, 他甚至都会真心大应让涛涛一辈子,就问, 这是不是小颜剧情,遗憾的是,这条信息发出之后的第三天, 他的涛涛,周立波拉黑了他,关于丹美像,是大家从某某言词中悟出的CP感, 真实的是,周立波和妻子胡杰,以及某某, 他放得撤皮,已经是一出罗生门,某某如今斩钉截铁地说出他们的私交, 他访判身份正正清派,都如同在丢失锤,究竟谁的撒谎只能靠知觉, 但是无论如何,可以肯定的是,人入中年后,某某这种炙烈的热情, 让周立波和胡杰都很意外,胡杰在采访之言, 在周立波刚发生风波时,某某两天给他打了数十个电话, 虽然他认为这种热情背后是图谋不轨, 但只能说明女人的直觉,让他有危机感, 当然,这都不足以说明,究竟是谁才是没撒谎, 但是看完之后不得不感慨,我们以为只有貌美如花的才能作骂利苏, 然而事实证明,这个身份岂是不挑长相, 大道总裁可能真的只会欣赏你的内在,自卑的朋友们, 这是希望呀,另一方面, 上文如今看来也并非纯属虚构, 多少作者也写不出生活里波波老师的这种真实光环, 多少言语都无法形容这种冲击。